大家好 我是嘉瑜 再来跟大家聊聊世界古文明对于灵魂的看法 上一集我们讲的是埃及 这一集我们要讲印度 印度在古印度的传统思想中 他们相信死后仍有生命的存在 在古印度人认为灵魂是不灭的 而且会不断的轮回转世 在佛教中虽然他们也是接受轮回的观念 然而直至今日仍有许多人 并不能完全了解佛教的轮回 与印度的轮回思想有什么样的差别 轮回观念开始是从印度范书时期 但直到奥义书时期 才有整个完整的观念 范书中提到 行善者当受善生 为恶者当受恶生 依尽行而尽 依乌行而恶 轮回思想与善恶道德结合在一起 这是轮回思想的基本特质 但范书时期对于灵魂所轮回的境界 就如后世的我们所知道的六道轮回 不过从灵魂思想兴起之后 轮回便渐渐的被接受而成为古印度人生活与文化思想中的一个普遍的共识 在印度传统的思想家中 除了顺世派这类的唯物论者外 上有很多不认同灵魂思想为基础而论生死问题的人 奥义书的轮回思想分别有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个是废陀时代认为 人死后灵魂会出现在另一个世界的想法 结合而成为五火二道 另一个说法则是灵魂在世 生命结束后死亡时自我聚集其自身内在的知觉与机能 而死后其先前的知识所有的经验仍伴随着 死亡时肉体毁坏 灵魂只是一个为了在世或是另一个世界的重现 一个新的完美的一个形体 因此以轮回的观点来看 生与死是不断循环的历程 但是古印度人却认为 处于轮回的生命都是不完美的 因为不必先对灵魂观念有所预设 不必为灵魂不灭而感到高兴 正因为灵魂是永恒不灭的 所以在不完整的世界中 以同样不完美的形态接受不断的轮回 也表示众生所遭逢的痛苦也是无限的 那为什么古印度人会认为众生的生活是不完美的呢? 因为他们认为生命与轮回的转动 是来自于众生的意念 欲望所展现的行为 这些意念欲望与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影响 不论是可见或不可见都叫做业 众生的意念与欲望大多是盲目的 盲目的意念与欲望之下的行为造成了众生诸多的苦难 这盲目的意念欲望他们又称为无明 它是生命盲目的冲动 也是轮回的原因 因此想要摆脱轮回无穷的生死之苦 那便只有去除掉无明 古印度人也普遍相信 每个众生的灵魂来自于梵 梵是宇宙的创造者 是万物的根源 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众生的自我来自于梵 但却因为无明的缘故 自我与梵分离了 因此不再具有与梵相同的全知全能 也同时陷入生死轮回之中 却不自知 因此他们所谓的解脱 就是自我能够回到犯 达到犯我合一的一个状态 对大部分印度人而言 犯我合一乃是人生与宗教的终极目标 因此传统上古印度人一直都有轮回的想法 印度当然也因为本身是多神教 所以他们对灵魂的态度也一直都存在于他们的信仰当中 当然我们现在对印度的了解都会跟佛教结合在一起 可是事实上古印度宗教除了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受到佛教大幅度的影响之外 实际上印度传统的宗教跟他们传统对灵魂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他们的民间 即便是佛教很盛行的年代 他们也不断不断的去做一些变革 融入一些佛教的教义 改革他们自己原本的佛罗门教成为现在的印度教 这当中有很大的部分是他们掌握了灵魂会在各个宇宙空间不断的轮回 不断的重新投胎的观念 结合了当地本来就具备使用灵魂的方法跟巫术的系统 因为他们的想法是 灵魂可以不断的在各个宇宙空间中去成长去茁壮 所以他们就会有各种的方法去修炼自己 例如瑜伽等等 各种修炼自己的方法就是希望在锻炼至身的灵魂 让自己在一次一次的轮回中变得越来越强大 最后解脱不需要再轮回了 所以他们很强调对于自身灵魂的锻炼 而不是去祈求外面灵魂的帮助 之后也因此影响到佛教的发展 所以事实上佛教的整个体系里面都不太去讨论 利用外面灵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做事情 当然现在对于中国成立之后 在长江以南包括台湾广东等这些南部的地区 我们看到很多的宫庙里面 伺奉的是佛教的神佛教的菩萨 可是他们也会有上灵的动作 意思就是说灵上了人的身体 透过机身来讲话 但其实这些都不是传统佛教的观念了 这都是佛教进入中国之后 到了东南亚地区跟沿海一带的一些巫术结合出来的 或者是说这些巫术的体系 透过佛教的观念让自己变得更高大上一点 就好像当年的佛罗门教 他其实也是截取了佛教的一些更能让人接受的观点 做出适合自己的发展一样 那有些人或许会觉得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现在的一些宫庙里面有四奉 某某菩萨或者是某某佛 甚至有些宫庙会说他们的福是某某佛开出来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用呢 其实是如同我说的个人的修行去引用外灵的力量来做事情而已 当然他们需要有很好听的名字 因为佛教菩萨的形象是需要让人感觉不错的 所以他们就会去利用这个形象来告诉我们 这张福是某某菩萨开出来的福 可是事实上的传统印度 他们对于灵的看法不偏向如此 传统印度教他们是会更提升自己本身的修行 与自己本身灵魂的提升 所以古印度教徒认为 人通常是在死亡之时 灵魂就会离开身体 立刻去投胎转世 也有的灵魂会是 耽搁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投胎 那古印度教的灵魂中分为很多层面 他们认为无论虔诚教徒的每一次死亡 都有希望离成佛得到更近一步 他们认为只有虔诚教徒多行善举 才能努力修行跳出六道轮回 成佛即是最终的目标 把今生看作六道轮回的一个阶段 是暂时的来去 死亡不是终结 而是新生的开始 也因为如此 古印度人的葬礼 不是针对死者的身体所举行的 而是为了灵魂所做的 为了亡者有更好的来世 家人和朋友与其说悲伤悼念 不如说送行祝福 子别固然悲痛 然而对印度人来说 并不是终了 而是新生的开始 今天的世界各国古文明系列的印度系列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其他各个国家 他们对于灵魂的看法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